內定閣魁林全首波人事任命 敲定由前明信黨秘書長林希耀 擔任副閣魁 至於行政院鐵三角的最後一角 秘書長11號則抱黑馬 傳出內定由台南市政府秘書長 陳美玲接任 我覺得很適當 因為對中央各部會的事情 相當熟人 還是要等到行政院院長林全 正式宣布才是算數 陳美玲58歲是政大法學硕士 承擔任行政院法規會主委 行政院副秘書長 2010年被當選台南市長的賴清德 延覽出任市府秘書長 兼具法學素養 地方經驗與行政歷練 殘境專長的林全 加上擅長溝通協調的林希耀 再加上從地方北上的陳美玲 鐵三角貨補不失為一盤好奇 而陳美玲文官出身 各被視為是小營政府林全內閣 又能打破 常務與政務體系界限的指標 但問題是 我沒有聽過你 他被傳說會當內閣的職務 好像已經很多個了吧 對 好 我們今天開會 大概我待會再跟大家說 賴清德的態度耐人尋味 而陳美玲本人 11日公出辦公室大唱空城祭 到底怎麼回事 報派寫得言之著著 賴成兩人卻沒有為國舉財的喜悅 是報派失准 還是賴清德捨不得割捨 疑惑是有什麼樣的內幕 想像空間無限大 鐵三角就位再等等 謝長軒 張志奎 SNG小組 太保了 謝長軒